上集说到 西洋洋在气象城 撞坏了稀有的极光果 为弥补错误 它要留在天际工厂工作 没想到在工厂里 居然与懒洋洋以外重逢 接下来 它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原来之前你经历了这些事情 嗯 那你呢 怎么会在这里呀 我啊 那是 现在是午餐时间 请大家有序的翻堂用餐 那天爆炸后 我就被炸到了气象城的边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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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现在是星期时间 不过就在那时候 啊 那就是我们的长长 被救了之后 我一个人无依无靠 只好在厂里生活了 哦 原来是这样 现在是关灯时间 怎么整天都有广播啊 这就是天气工厂的传统 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广播指引 对了 我们明天就去找其他的伙伴吧 恐怕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 因为 什么 你弄坏了极光谷 西洋洋别担心 我认识厂长 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小夕 这么黑怎么不开灯呢 来羊羊羊你来得正好 怎么了 我正好做了一个发明 我拿给你看一下吧 这位是 啊 这就是我之前说过的那个喜羊羊 你好 你好 你是这里的厂长 是啊 我叫小夕 小夕 你知道极光果怎么结果吗 极光果 那是一年才结一次果实的新有品种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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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帮帮我们啊 啊 啊 那批极光果是上星期才收成的 下一批要再过一年才能有了 真的要等这么久吗 这样吧 方法还是有的 我这有一本祖先留下的催熟偏方 啊 真的 但是 上面记录的方法非常困难 一步错了就要全部重来 而且成功率很低 你们要试试吗 那就试一下吧 啊 你 你是谁啊 红红 是我 灰太狼 总算活过来了 你不是去抓羊的吗 怎么弄得这么狼狈 红红别急 你听我说呀 那时候场面飞沙走石 天昏地暗 我使出了一招恶狼扑石 耍壮点 小羊使诈 用工厂的大炮把我给打飞了 哦 大炮 是啊 那门大炮威力可大了 一炮就把我打飞了好远 害得我千辛万苦才回到这里 既然那只大炮那么厉害 为什么我们不把大炮抢回来 对呀 有了那门大炮 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抓羊了 哈哈哈哈哈哈 催俗方法 编播音乐编做指定动作 音乐未停动作不能停 否则重来 这片方好严格 别想太多了 开始吧 嗯 第一个指定动作是 原地跳 哦 喜羊羊 让我也来帮忙吧 小心 这个催俗方法要原地跳好奇怪 嗯 原地跳 不如学下我这个发明吧 哇 我来试试 哇 好帅 用这双频率震动鞋 轻轻松松不费劲 嗯 嗯 哇 哇 震动效力还不错嘛 啊 啊 是不是太快了 小夕 我们音乐还没有正式开始播 先停一下吧 嗯 说得也是啊 哎呀 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呃 我先看一下 绕大树转圈 这个只要跑步就行了 厂长就不用帮忙了 等等 喜羊羊 用这个吧 这是什么 火开发的 绕圈圈火线 能让你快速地绕圈 发射 大不得主人提及小心 是那种反应 看来这一步完成了 我们继续吧 我这里还有潜水头套 旋转风车 还有为开发完成的超级大炮 请注意 现在是大炮发射时间 广播眼好像不太舒服 是啊 听到咳嗽声了 它好像比我们更加需要帮忙 对对 你说的也对 那我下一次再来帮你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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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厉害的大炮 就该拆下来装到天狼号上 你的嘴没事吧 要去医院吗 没事 我的嘴没事 话说回来 怎么好像没见过你 你是哪个部门的 我是清洁部新来的 原来是清洁部的呀 对对对对清洁部 这个是 这个是我捡垃圾的道具 你看捡到了 但会不会有点慢呢 因为我是新人嘛 我也对 那你就好好加油吧 我会的 对了 刚才说是要去买机油啊 慢走 厂长来了 听说你感冒了 我给你带来了感冒汤 希望能帮到你 太谢谢你了 厂长 看你病得挺重的 要不你明天请个假 睡一觉 这么快睡着了 难道是因为喝了感冒汤 他好累的样子 不远心叫醒他 糟了 现在是什么时间了 没办法了 只能由我来顶替他了 那那个大家请注意 大炮清洁员请经常打扫大炮 其他员工请离开 看来广播员病得很重啊 连声音都变了 对对对 大家放心 这里就交给我了 现在是休息时间 可以放松一下 好累啊 不过我们也快完成了 大家好像不这么放松 不如给大家来点音乐吧 怎么寡播里再播催手舞曲啊 快继续跟着跳啊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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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也是啊 你干嘛 我等级数手的工友在跳舞啊 我们一起跳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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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气买了这么多技药 能用上好几个月了 呃 呃 怎么这么长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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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按照规矩才行 大家赶快把水阀打开吧 大家快看呐 天际树长出极光果了 极光果 长出极光果 我们俩跳了一整天都没反应 但后来全场一起跳就出来了 看来全场跳舞就是催熟的方法 不可能 这个方法我们以前早就试过了 根本就没有用 或许 让天际树截出极光果的方法 并不是跳舞 而是因为浇水 先把水渣关了 难道是不浇水才能结果 我们一年停一次水 极光果就一年结一次果 没错 种植极光果的方法应该就是停水 传出大炮归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